人们说一切都是多愁善感的,这是事实,即使它是一种跨物种的动物,人们也有美好的感受,动物的感情更加简单和具体,如果你给予它们真诚的帮助,你将获得意想不到的信任和感激,有很多关于动物和人之间良好感情的故事,每个人都感动,今天我们看看女孩和狼之间的感情。 狼绝对是野生动物中最疯狂,最难吃的动物之一,即使是在动物园里一起生活的饲养员,也不敢说它们完全赢得了狼群的信任,只有到那时狼才接受了它,它几乎把自己变成了狼。 当女孩不小心出去时,它救了一只成年狼,即使是非常重的狼也不会让人随便接近,女孩花了很多力气包裹狼。 三年后,女孩再次来到原来的地方,成为狼王的大狼记得它,并向女孩展示了它无与伦比的信任和亲戚。 它允许女孩触摸它的肚子,仍然舔着女孩的手和脸,是血光的眼睛,F牙的爪子,像一只大狗,被宠坏了。 它还把女孩带到了狼群的领地,仿佛要炫耀自己的领地,狼族其他成员围着女孩玩耍,都舔着耳朵。 这意味着狼完全信任女孩,就像狼王,很难想象这样一只野狼,有朝一日,可以像一个人展示这样的一面,狼就像这样信任他,这种信任让女孩非常感动。 也许你几乎无法对人有这种信任,你生命中的人是否不设防,向你展现最柔软的生活。